甚没几天可以看民调了 我们一定要来看看一下最新的民调好吗 首先现在选战倒数两个礼拜了 赖霄 侯康 民调咬得很紧 我们来看到的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的一个最新民调 总统民调赖霄配 侯康配 柯营配 目前最新的动态是如何呢 赖霄配32.4% 比过去增长了3.2% 那么侯康配也进步了 比过去增长了4.6%来到28.2% 另外是柯营配又比过去呢 又在往下掉了 现在呢来到的是24.6% 那可以看到啦 蓝绿两档现在差的是4.2个百分点 好 那为什么大家都会在讨论的是 这个违建老家争议的表现 就是因为其实赖霄的在处理他们家老家违建的时候 这些争议那么导致说 他的民调无法再继续往上冲 因为45.1%的民众认为 老家争议他的这个处理的表现 其实不够积极 态度也不够明确 那么让过去呢 曾经因为违建被拆迁的 那群受害民众认为说 你自己家的房子不拆 我们家就被你拆了 那你现在的处理表现不好 占了45.1% 认为还不错的 好 仅占比30.8% 那继续我们来看到啦 那部分区立委就是政党票的一些支持度了 国民党目前来到了31.5% 那么民进党28.7% 民众党是6.9% 但是记得了 我们来看到的是土黄色的 还有将近25% 22.5%的民众 甚至22.3% 还有将近呢 这个22.3%的民众 还没决定喔 还没决定喔 所以呢 其实要到这个1月13号当天 才会决定他们要投下哪一张神圣的一票 这个是关键的一群喔 占比很高喔 来到22.3% 那持续我们就要来掌握了 台湾民进基金会说 2024总统大选 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了 那赖超配 虽然是领先4.2个百分点 可是有个问题 民进党执政8年 这个表现呢 有人说不如预期 甚至有不少选民认为 8年前投错人了 社会弥漫者是希望政党轮替的期待 希望可以看到台湾新的希望 所以其实 让这一次的选情是充满变数的喔 那如果选情在未来两个星期持续目前的状态 那么最后不分区的其次 呃他们预估国民党14席 民进党12席 那么民众党是8席 其他小党可能一席都拿不到 代表什么 这一次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 那我们来看到友台的民调了 友台民调这个总统民调的部分 赖超配37%增长4个百分点 侯康配也是有进步 好1个百分点 那么现在是这个 33% 另外科营配呢 好其实也是跟民进党会一样啦 就是有在倒退 退步的迹象 目前来到22% 投票意愿的调查 当天会去投票吗 8成5的民众都会投票欸 代表说这一次 投票率 如果真的是8成5以上 那真的很高喔 好 不会去的占比11 那么 不一定的 还在考虑的是3%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掌握咯 中选会 已经 发文规定了 明年1月3号 也就是过几天 12点开始 不得再发布任何的民调了 那 前台下长管中明就说 他也会呢 挺三而出 他是直接表态是支持侯友宜的 因为要支持自己的理念跟理想 那么另外是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 也要提醒侯友宜受访奖金国 因为要建设不分党派 民主化必须在地化 在地化需不分党派 心里有台湾 心胸要跨过台湾海峡 也勿忘大陆的同胞 好这个是这个肯定侯友宜啦 这个是宋楚瑜给侯友宜的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掌握咯 今天有特别发布的是这个侯康的影片 那么侯伴今天呢 就发布这个影片之后 他说其中喔 热门副手人选之一的 这个管中明前台下长 也还特别献身来支持 而里面呢 还有一个最美里长 就是新北市永福里的里长 陈子瑜了 他说他眼中的侯友宜是一位 什么样的人呢 在乎民生需求 在乎市民需求 我们再把时间练下给俊宇 侯友宜竞选办公室 是今天发布最新影片 包括前总统马英九 台中市长卢秀燕等人 力挺推荐侯友宜 其中曾是副手热门人选的 前台大校长管中明也现身支持 其中有最美里长封号的 新北市永福里里长陈子瑜 更说出自己眼中的侯友宜 侯康推荐影片中 不分行业不论年纪 来自全国各縣市的代表 总共三十一位 包含政府官员基层名代 其中还有跆拳道金牌選手 张彦成 跆拳金牌選手沈从玉 桃圆青龙廖俊荣等人 来自学界社福新著名体育客家青年文化界的支持 希望在选战倒数阶段 为侯康佩再冲一波绅士 以上下的最近情况把镜头交往一棚内 好我们来看到了选战倒数 那么宋楚瑜在今天上午跟侯友宜同台 那么国民党立委候选李燕秀 也因此呢就获得两位大咖站台 那这个举动被认为说是国亲两党再度联手了 像宋楚瑜就说了要给侯友宜最大的祝福 而赖青德的违剑呢 如果不拆那么其实攻击的是侯友宜的太太 让人家觉得说你明明是违剑 你攻击的是合法继承的凯旋苑 侯友宜也直接开轰了 说现在绿营到了选举最后关头了 欧帽不断 大家好 大家好 往后看着 全战倒数侯友宜跟宋楚瑜 共同邦男营立委候选人李燕秀站台 被视为国亲再联手 期盼两岸和平的宋楚瑜更直接这样喊 我们在这边非常公开的 也不必忌讳的 跟侯友宜先生站在一起 我给他最大的祝福 听国会过半政党轮替 近期国中生遭刺死 再次引发反费死讨论 侯友宜表达立场 我反对费死 一向不变的态度 他们反费死 治安有比较好吗 黑金少了吗 没有嘛 重行患 迟迟在建立里面 你只有在那裡不处理 你实时上就是在费死 跟犯罪 事不两立 官商必案 我一定会把它查得更清楚 而赖清德老家违建 有国安帮忙故死不拆除 民进党却狂攻侯友宜太太 合法继承的凯旋苑 虎友宜痛批赖清德 违法的罵合法 更心疼太太被恶意抹黑 民进党的社会安全网越捕动越大 面对自己的违法违建不拆 还先攻击别人的合法 到底谁才能带领台湾向前行 选民心中自有判断 記者夏宏如李璇 SG小组台北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选择 封量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